紫云掌门 对了 他应能为我解读那本妖言对餐 周崇 掌门前辈 嗯 你这晚辈倒是知些礼数 只是你何故如此犹豫 是觉得我配不上这名头吗 不行 据我从十之戏内所见 此人极难相遇 若想让他解读妖言对餐 恐怕还需非些周章 这 小贼 喝孤独吞吐吐 难不成 你做了什么对不起紫云 对不起本掌门之事 这 晚辈若是直言 还请您莫要见怪 那日我在空同地界 听空同弟子说 妖言对餐其书何其厉害 皆因是 是他们主导编撰的 大胆 那妖言对餐书成之时 空同不过如藤蔓般依附我紫云 你 你便认邀他们胡言乱语吗 我 我本上前辩驳 但是他们询问我如何用此书 我完全不懂 一时语色 他们便嘲笑于我 嘲笑我也就罢了 他们还还出言侮辱您和紫云派 他们 他们说 说什么 说紫云掌门都不一定知道 但在空同 连只狗都知道 妖言对餐如何使用 毕竟这书是 空同 是空同编撰的 弃杀我也 这才多少年 空同竟敢骑在我们头上 带我 不不不 此等小事实在不宜劳您大驾 但紫云名声不可辱 不如您将这书的用法粗略告知于我 由我去教训一下空同他们 解读邀文也并非什么机密 我这便教你如何使用 你且听好 邀也分种族 其邀文因种族不同而行至有益 你需于书中前半部寻找相同制式的邀文 再寻至相应夜迁 将书置于阳光处 便可将邀文与我等文字一一对应 不愧是前辈 紫云掌门果然厉害 还不速去寻那些空同弟子 叫他们知道空同不过紫云脚下的蝼蚁罢了 你们可知我是何人 紫云掌门 不像好人 你这丫头竟敢如此无礼 这么小声都听得见